《食品购物乐》 每位可口的鱼丸 鱼饼 鱼片 是大家常常会接触到的食物嘛 但是你对于这些会放进嘴巴里的食物 有多了解嘞 是 到底有多了解呢 马上请我们四位开心果 带着大家去了解了解 糟糕 鱼盐 哈喽 你们好 你好 你好 哇 你圆圆的卖鱼盐很贴切 是的 是的 谢谢 不好意思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周年 晚上吃火锅 一定要有鱼盐才算团团圆圆 哈 老公 对 对对对 等等 鱼盐在这里 拿多一点呢 哇 你们拿这么多啊 我告诉你们哦 鱼盐一拆封之后呢 最好是两天内吃完 这样子呢 才能确保新鲜 还有你看我们这里 还有那么多的新口味 保证让你们吃了停不了口 来来来来 跟我来这里 这里 哇 你看我们的鱼盐 我怎么 耿大了啊 不是不是 我的牙齿被弹到了 真的Q到弹牙 你又怎么了 很新鲜啊 你看 我们这样吃 这样聊 不是有多新鲜 很好吃耶 再吃啊 再吃 好 马上第一题 鱼盐为什么会有弹性 A 通过锤打的过程 B 放入添加剂 C 通过控制温度 D 通过搅拌鱼酱 我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常常吃鱼盐 都吃圆的嘛 对啊 其实鱼盐不只是圆的耶 还有鱼饼啊 对啊 还有鱼片啊 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那种福州的 里面有馅料 对啊 好 来时间到啊 1 2 4组全部都一样 第3组为什么选B跟C呢 诶 为什么选B跟C呢 对啊 这么沉默 这有人逼你们连着答案吗 因为答案不是A跟D吗 诶 为什么不是A跟D呢 我通常都是用那个 Machine啊 你是锤打 就是hands on的那种 锤打他没有说用手打啊 其实哦 你知道吃酿豆腐 因为我们是客家人嘛 其实酿豆腐一个步骤 就是那个鱼浆啊 虽然用手这样抓起来 然后丢 甩它 甩 一定要甩甩甩甩 才会Q 哦 是 这其中一个方法 是是是 诶 我不小心又把这个答案揭露了吗 那答案不是D吗 也没有啦 好 那不管这样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标准答案是什么 来 我们的答案就是 ACD 其实好的鱼丸呢 是不需要增添这个任何的添加剂 对 没错 是 好 这一题呢 第一组 第二组跟第四组 可以得到15分 第三组就保持原状啊 没加没减 他们还是要保持在最后的状态 是 是 105分而已 是 马上要来看一下 我们的下一个短剧了 你们结婚几年啦 25年 25年也叫添婚 所以我们要好好清除一下 太太 25年你朋友的真的很好耶 你嘴巴真甜 是不是我的蜜糖啊 吃了我们家的鱼丸啊 嘴巴就自然甜 今天那么值得清除 记得加菜哦 那 我们这个鸡肉火腿呢 是非常受欢迎的 Must buy must try OK we try 哇 结婚那么久了 还那么恩爱 好羡慕人哦 那 我就送你们我们的 Cheese鸡肉圆 就当作是我送给你们的结婚礼物 这怎么好意思呢 25周年只送这个 老板 过年过节 吃Cheese鸡肉圆啊 很good luck的 来来来 尝一下 尝一下 好 哦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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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好吃的头哦 你看 流出来的Cheese 就很像黄金一样 我祝你们圆圆满满 可以从迎婚一路走到金婚 这位说话 不买就不好意思了 第二题 听好了 迎婚是25年 请问 今婚是多少年 A 30年 B 50年 C 55年 D 60年 你现在是赢婚了吗 还没有吧 我儿子才20个月 怎么可能呢 没有 其实我爸妈 他们就是几年前了 刚庆祝的50年 是是是 很难得耶 很难得 真的 他们20几岁就已经结婚了 好 五 四 三 三 二 一 太浪费了 你知道吗 那50年又太长 现在人怎么能结婚50年 你知道吗 其实30年是珍珠婚 60年的话就是这个钻石 钻石 60年 我看应该没有80年的吧 已经到钻石 钻石就是永恒不朽 所以结婚60年后才送钻石 对不对 60年要送60卡啦 很多55年吧 这一题呢 四组通通可以得到10分 好了 接着现在就是我们的第三题 也是最后一题了 马上先看一下我们的短片 时间不早了 我肚子饿了 回去准备了 哎呀 你可以吃香肠吗 这香肠还没有煮熟 怎么可以吃啊 是熟的 可以马上吃的 不行 香肠没有煮 不可以吃的 我不信 我不信 excuse me 我逛supermarket比你吃米多 难道我分不出 香肠是生的还是熟的 你逛supermarket 有哪一次不是我陪你的 所以你知道的 我通通都知道 你是不是想要从迎婚变时婚啊 当然不是啦 我的意思是说 我没有在冷藏部看过这种香肠嘛 但是因为 即时香肠是经过高温杀剧 不用冷藏 可以当饮食吃 所以跟零食啊饼干放在一起咯 听到没有 其实香肠可以马上吃 我现在知道了 对对对 你知道的我不一定知道 你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请你吃 请你吃 我也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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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吃啦 没有没有 我帮他们开 帮他们开 帮他们开 我会开好了 哎呀呀呀 来来来 请吃 很好吃的 很好吃 很好吃的啊 猜一猜 世界上最长的香肠有多长啊 A 59.14寸 B 59.14尺 C 59.14公尺 D 59.14公里 讲的字正腔圆 谢谢谢谢 非常得清楚 咬字吗 不是不是非常好 很标准的华语 谢谢谢谢 好 时间剩下 5秒 5 4 4 3 2 1 请亮出答案 问一下我们第三组 他怎么会选这个 59.14寸呢 世界最长的香肠 有只有那么短吗 59寸还可以说 比较可以吃的完 还可以吃的完吗 还是可以吃了 59是 Half of hundred meter which is 我觉得有点 其实是世界最长 对不对 你长的话就请多点人来吃 短的话就请少点人来吃就好了 那我可以换吗 这太迟了 不好意思啦 他们的这个爱因嘛 为什么会选B呢 因为我们是跟B跟C 在踩嘛 可能 A和D是 我觉得是 我相信这个是 应该是为了破记录的吧 对 A又太短了 D又 夸张的长 那你为什么不要选择D呢 就比新加坡还长哦 对啊 怎么可能啊 不可能吗 我们问一下第一组 为什么选择B 呃 我们就去掉最长的跟最短的 然后中间二选一 感觉这个比较合逻辑吧 好 嗯 合逻辑 嗯 好 到底 有没有合你们的逻辑呢 我们还是要看我们的标准答案哦 来 看一下我们的答案就是 第五十九点一四公里 好 好 对 这个长座呢 是在世界建立式记录里面 那这条香肠是在英国 英国啊 对 英国那边就有这么长的一个香肠 美组各扣五分 对 好 对 也不错啦 对